她觉得躺着都比看我重要 就躺着就很重要 到后来就是我不主动找她说话 不主动给她就是发视频 她也不主动给我发 发了也就说几句话就睡觉了 她总觉得我还和就是 在上学的时候一样 就每天可以陪她发微信了 聊天了 视频聊天了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肯定是可以的 但现在我工作了以后 平时就是工作已经很忙了 回到家就要睡觉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每天坚持 就给她发微信了 和她去聊 虽然聊不了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 话题都是有些时候 都是在没话找话 但我还在坚持着和她去聊 你都没话找话了 不算是没话找话 就是接不上茬了 是你接不上她的茬 还是在接上你 还是你们俩都觉得 有点没话找话了 就觉得跟她的沟头越来越少了 然后就是她当时 就是答应我的事情都没有做到 都变成我去找她 然后就找着她 上感找她 她也觉得就是找出错来了 什么叫上感找她 还找出错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俩假期就是约好我去找她 但是我早上就是睡过了 没赶上高铁 当时就是节假日 再买到北京的票就没有票了 但是我查了 从北京到济南有票 我就打电话跟她说 说就是我没赶上高铁 但是你可以来看我 从你那儿到我这儿还有票 她听了之后也没说 先安慰我没赶上高铁 就先训了我一个 就说那你为什么没赶上高铁 让我来找你 那我来找你我多累啊 就有票我觉得我也挺累的 就不想来找你了 后来再找来了吗 没有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 就一直吵 吵了一上午 但是我心软了 我觉得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 就还是想去看她 但是我是后来坐大客车去看她的 你们要不吵的话 大客车已经到了 这一见面之后就好了 还是又有冲突和矛盾了 你一见面心里这个事犯恶心 心里就老形似这个事 当时说我一个女孩坐车 不放心怎么怎么样 那现在让我坐大客车 她咋就放心了呢 她很不能理解我 就那个长假那个事 我当时也给她说过 因为我在北京 我当时虽然是不上班 但是不代表我不工作呀 我那离不开呀 可能她那平时周末什么的 一个电话过去 我还是得去工作 所以说我给她说这 她又不理解我 就一直和我吵架 而她有时候就是生活中这些 这小车一直和我斤斤计较 就我给你举个 就那件事吧 就她有个 就是添加紧急联系人 这个事 什么叫添加紧急联系人 就是她吧 就是怕自己出危险 她就给自己 添加紧急联系人 就联系我的电话嘛 她给我发短信 说要是出什么事 给我发短信那个事 我平时是真不爱看短信 然后结果 我那天就忘看了 忘看这个短信了 她就因为这个事 就是说 哎呀你现在连这个事 都指望不上 那以后啥事都指望上 我当时就炸了呀 我就说你指望不上我 你靠别人去吧 然后她当时因为这个事 我们俩就来回吵 来回吵吵 没完没了 我就觉得这些 这种小事 我就平时不是很爱看短信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事 就吵来吵去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很极端 不是 我当时跟你发那个消息 我说 哎 指望不上了 我觉得我说的还挺俏皮 挺可爱 我的语气是 哎 现在都指望不上了 那以后你说要争处什么事 那不更指望不上了 哎 人直接就当时就回 说 啊 那指望不上 以后就别指望了 我觉得她说的更狠心 好吧 哈哈哈